在奇幻天空岛中,小羊们都获得了不同的天津力量,看起来都挺酷的,喜羊羊有了让时间变慢的能力,她制造出一个泡泡,只要有人进入这个领域,速度就会变得非常慢。 星星爷爷送了灰太郎一袋宝石,灰太郎高兴得手舞足蹈,毕竟这么一袋可不便宜,这下发大财了,可小羊们却以为灰太郎是抢了别人的。 费羊羊看到心里还咒骂了灰太郎,竟然又在干坏事,她与灰太郎吵得不可开交,喜羊羊使用了天津力量,让时间变得缓慢,这样就能随意拿走宝石,灰太郎只能眼睁睁看着,哪叫一个肉痛啊,直到小羊们离开,灰太郎还在慢悠悠地说话别走。 当时真是哭着跳舞,蓝羊羊被灰太郎抓走,突然舞技痒了,她干脆也加入了灰太郎,跳得哪叫一个认真,最后灰太郎都累趴下了,蓝羊羊依然在跳,喜羊羊来救她就看到这一幕,当时就傻眼了,被抓了还能沉浸式跳舞,蓝羊羊的能力是分体,把嘻哈号变成了很多分体车。 车一下变得这么多,确实不太好控制,最后全部撞上了墙,分体也有不少的好处,可以不需要打扫卫生,但合体必须全部到位,若是少了一个就无法完成合体,费羊羊的能力很不错,是能让东西变大的强力射线,第一次使用时没有经验,倒霉的蓝羊羊被击中了,变成了一只巨羊,冰箱变成了小小的一个被她抱在手里,抗打能力也变强了,就算被冰箱砸,她也感觉不到痛, 不过这个能力只能维持十分钟,之后就会变回原形,后来灰太狼被击中,贴形变得非常巨大,灰太狼得意羊羊,这下就能抓住小羊们了,就这样一只傻笑浪费了很多时间,又对付了巨石,很快她就变回了原来的大小,摆下了那么好的机会,暖羊羊的能力是复制,可以复制无数个自己,甚至复制出一堆天狼号,轻轻松松打败了灰太狼,你还知道小羊们的哪些能力呢? 好了,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,想看更多精彩视频,关注陶醉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